刚才我们介绍了钢笔工具的用法 我们可以用点选的方式来建立直线 锚点跟锚点之间以直线相连 我们可以利用拖曳的方式来建立弧线 你可以做一个类似像这样的造型 稍后如果说你要调整锚点位置的时候 是使用直接选取工具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选取工具 一个是直接选取工具 它们两个之间的差别是选取工具 是选取整个物件 你可以去移动它 你可以缩放 但是如果说你要调整的是上面的锚点的话 你就要使用直接选取工具 你可以用拖曳的方法去选取两个以上的锚点 然后一起去移动它们 这也是一样点选之后可以拖曳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种锚点 它是没有方向控制手把的 这种锚点我们称为尖角锚点 尖角锚点是点选建立的 有方向控制手把这种锚点 是我们在建立的时候就拖曳滑鼠 所以它会出现这个方向控制手把 那你现在如果说要调整这个方向控制手把的位置 还有长度的话 你要使用直接选取工具 那么你可以再新增或是删除这些锚点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我们在钢笔工具按着不放 可以在这边看到有增加锚点工具以及删除锚点工具 我们看一下增加锚点工具 增加锚点工具是可以在原本的路径上再增加锚点 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增加锚点呢 其实你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关键 尽量用最少的锚点来画出你要的图形 所以像如果说你要画一些比较复杂的造型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在原本的路径上去增加锚点 好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我就可以用直接选取工具 不用滑鼠拖曳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形状 本来是一个矩形嘛 应该算是多边形啦 那我现在呢把它变成一个星形 对不对 那你说我这边呢可不可以再把它再多一道出来 可以啊我们再增加 好增加两个点 再调整这个线的位置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调出来了 对不对 好我们做大一点点好了 当然呢我们有星形工具啦 如果说你要让它画起来的 这个星盲呢是比较对称的话 用星形工具当然比较快 好因为用这样的方法来调的话 你可能要调比较久的时间才可以调到 是对称的 好 OK 那如果说你要删掉某些点 例如我想把这个星形呢变成三角形 那我要怎么做我删掉一些点就可以了 在这边按着滑鼠 然后选择删除锚点工具 我要把它变成三角形 所以呢我可以把一些多余的点删掉 你看这边半边已经变成斜线 水平线了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一样哦 我把这边多余的点删掉 这样是不是就变三角形了 对不对 好 其实呢 类似的工具哦 老师补充说明一下 像我今天呢如果 做了一个矩形 我把它做成正方形好了 按着键盘的shift键就可以做正方形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边呢是四个锚点 如果我希望在锚点跟锚点之间 再增加一个锚点的话怎么做 这边呢我们后面会跟各位介绍一些路径编辑指令 不过因为这是相关的 所以老师先讲这个部分 请点选功能表物件 再选择路径 这里有一个增加锚点 好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增加锚点之后呢 它会在原有的锚点跟锚点之间呢 再增加一个锚点 你看 一二三四 好这些锚点呢是后面才加进来的 那我们再执行一次 如果再执行一次的话 它会在现有的锚点跟锚点之间再增加一个锚点 好我们再执行一次看一下 点选物件 路径 增加锚点 增加锚点 你看对不对 好那你就可以调整它的位置嘛 先选取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要选取多个锚点 因为我们在选新的锚点的时候 原本的选取的锚点变成没有选取了 对不对 好那如果说我现在呢 希望说能够把他们 这边的锚点我希望能够把他们就是选取的话呢 我可以怎么做 注意看 按着键盘的shift键 你可以用点选的方式 也可以用圈选的方式 就可以把他们选取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呢 并不是所有的锚点都选取 我只有选取一部分 那这样我就可以去移动他们 你看 我可以改变他们的造型 好移动部分的锚点 可以改变造型 那甚至呢 来还原回来 我们在这边也有旋转工具 还有缩放工具可以用 例如说我现在呢 想要把它缩小一点 我使用缩放工具 然后拖曳 这个时候呢 拖曳的时候你看 只有我选取的锚点被缩小了 也可以放大 看你往哪个方向 往哪个方向拖曳 好 那也可以旋转他们 这里有一个旋转工具 我们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去旋转它 你看 我可以转到一个特定的角度 这样就可以做出不同的造型 了解吗 好 接着呢我们再看最底下的转换锚点工具 刚才我们讲过锚点有两种 一种呢是尖角锚点 另外一种是圆角锚点 这个是圆角锚点 就是带有方向控制手把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前面跟后面的线都是弧线 其实这两种是可以转换的 用什么转换 转换锚点工具 看一下怎么转换 现在这是一个椭圆形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菱形 变成菱形的话 基本上这四个锚点都必须是尖角锚点 那我们在这边点一下 这样就变成它是没有方向控制手把了 我们在这边再点选 点选 点选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锚点 方向控制手把消失之后 它就变成菱形了 对不对 变成直线相连 那同样的 这边这个三角形 我如果想要把它变成土圆形 可能吗 答案是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把这边的三个点都变成 圆角矩形就可以了 好 我把旁边这边先拉开 这样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这边有三个点 这三个点 我怎么把它转换成圆角的锚点呢 使用转换锚点工具 然后在这边用滑鼠拖曳 那你拖曳的时候 有时候会发现会打结 没关系 把它转过来就好了 好 把它转过来 好 这边就变成 呼吸了嘛 对不对 好 这边也是一样 按着滑鼠拖曳 如果有打结的话 再把它转过来就好了 这边也是按着滑鼠拖曳 打结了 没关系 把它转过来 这样就变成椭圆形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们是可以转换的 好 再举个例子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画一个爱心的造型 我要画一个爱心的造型 那其实画爱心的造型有好几种画法了 好 我这边很快的画一次给各位看 好 点一下 因为这一点呢 我不想建立 不需要建立方向控制手把 然后我用滑鼠拖曳 再到这边拖曳 你会发现呢 爱心的半边已经画出来了 那我再画另外半边 但是你在画另外半边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对称 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对称 为什么 因为这一点它的方向控制手把造成了右边的弧线不是很理想的情况 你如果把它往上拉 右边是可以了 可是左边呢 就跑掉了 像这种情况 如果你要个别调整单边的方向控制手把 也可以使用转换锚点工具 好 我们再选择一次 转换锚点工具 把它拉上来 你能不能注意到当我在这边往上拉的时候 右边的方向控制手把是不受影响的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画一个爱心的造型 那一般如果说你只是要调整这个方向控制手把的形状的话 那你用直接选举工具就可以了 这个爱心的造型就可以画出来 好 这边呢 再介绍另外两种画法 好 我先把它搬到一旁 好 给它一个颜色好了 粉红色 好 OK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用另外一种方法来画 另外一种方法呢 是你可以用illustrator的快速键 好 我们这边的一样是从这一点开始画 点选拖曳 你看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会记住我上一次的设定 它已经加上颜色了 好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画 拖曳 先把半边画出来 但是呢 你看 问题就是出现在这个方向控制手把 现在我可以马上把它往上折 怎么做 按键盘的ALT键 按住键盘的ALT键之后呢 往上拉 所以你会发现呢 它跟另外一边的那个方向控制手把 是对称的 OK 好 我们再增加一个锚点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老师一共用了四个锚点 就把这个爱心画出来了 对不对 我尽量用少一点的锚点来画 这样的话呢 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档案比较小 第二个你画出来线呢 会比较平滑 好 第三个你后续在编辑也会比较方便 好 这是比较快的方法 就是使用快速键 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呢 就马上调整方向控制手把 好 甚至呢 来我们刚才教的那个方法 我们刚刚不是教了一个方法说 你可以把三角形变成圆形嘛 对不对 我现在这边呢 画一个像飞镖的造型 其实我也可以把这个飞镖造型呢 把它弄成像爱心 好 先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 接着 因为 现在这边都是尖角锚点 可是你会发现爱心的线呢 是弧线 我们要怎么做 只要改用 转换锚点工具 这边拉一下嘛 好 这边也是 好像好瘦 没关系 首先呢 我先把这边呢 拉胖一点 接着呢 我们再动这里的方向控制手把 好 那只要你在这个一边 折弯了这个方向控制手把的话 你后面再使用直接选取工具 去调另外半边就可以了 了解吗 好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画爱心的方法 你看我们刚开始画是一个飞标的造型 然后我只要使用转换锚点工具 就可以调出来了 好 待会呢 各位可以试着练习一下 好 这个就是备置曲线的一些使用上的技巧 好 好 谢谢观看